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做蝦仁炒蛋 蝦仁炒蛋一點都不麻煩 真正是死了幾點 應該爸爸學得能一開就位 記得小的時候在上海 哪怕你是南京路、淮海路和四川北路 三條大街嘛 餐館都是小小的 幾乎都沒有菜單的 那個菜單都寫在黑板上 撒青草忽凝啊 忽凝薄點啊 然後現在呢 噱頭更好叫什麼蝦仁滑蛋 那個蛋好隨便怎麼炒 真的是炒不滑的更跑不了 但是呢我們可以把它炒到鬆鬆的 嫩嫩的 那今天我們就來做 這裡我準備了有三顆蛋 十顆蝦仁 還有一些水 糖 鹽和料酒 那蝦仁哈 我用三十一到四十 也就是一磅里面有三十一到四十個 這樣大小尺寸的 那如果說你用小一點的都一樣 只要新鮮 然後我們來處理蝦仁鮮 小的就不需要了 不要這樣切 這樣切它還是有厚度 不容易熟 中間這樣一波二 這樣它就很容易熟 然後受熱以後它就捲起來 一顆顆很漂亮 接下來有蝦仙挑蝦仙 把它處理乾淨 開始調料 先下鹽 我們用最小的teaspoon 八分之一的teaspoon 然後同樣的spoon放糖 淺一點 掉掉鮮 我都用糖掉鮮 最後撒上一點點料酒 給它攪拌均勻 放在那邊等著用 接下來把蛋打開 別忘了把蛋清接盞下來做面膜 厨房裡有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的資源 我們要給自己磨福利 這樣一個薄薄的底就夠了 然後先停下手裡的工作 進洗手間把臉磨好 我們在廚房待久了 千萬不能時間久了 把自己變成黃臉婆 黃臉公 那一年四季 我們都有資源可以用 到夏天我們可以換成黃瓜 切黃瓜的時候 切到中間水水的地方 把它切薄一點 啪啪貼在臉上 一邊做菜一邊就不臉了 到冬天我們也可以換蜂蜜啊 嗯 三七加蜂蜜都可以 但是三七粉加蜂蜜呢 就不能天天用 不像蛋清 你什麼時候有蛋清 你什麼時候可以用 那三七粉因為有顏色 一個星期差不多最多用兩次 那除了蛋清以外 蛋清經常用 那其他的東西你換著用 讓皮膚吃到各式各樣的營養 面膜做好 再回來調料 這個白色的 不喜歡就把它拿掉 然後 然後 還是放八分之一 的鹽 不要太滿了 因為蝦仁裡面已經調好味了 糖 只要 一點點 一小半就可以 最後呢 我們上次已經有說過 你要把蛋炒的嫩 就只能加水 一般一個蛋裡面 我差不多加十個ml的水 那然後呢 我不建議 裡面擦 澱粉啊 麵粉之類的 因為蛋很敏感 它很焦氣的 你哪怕放一點點的麵粉 或者是澱粉 它都會讓你感覺到 裡面擦了東西 那如果你喜歡蔥 你可以放一點蔥花 因為我們家小香蕉仁很怪 他蔥油餅的蔥吃的 但是如果炒蛋放蔥 他就覺得 他覺得怪怪的 所以我就不放 打散後呢 最後把蝦仁一起倒進去 就可以準備開火了 一個tablespoon 15個ml 兩勺應該是差不多了 那個炒蛋啊 它油還真不能少 第一呢 它需要油 它很吃油 然後呢 你沒有油 它還發不開 一定要等到它火熱了 才下蛋 下去的時候 要聽到這樣的聲音 才對了 不用擔心它會焦底 因為我們放了很多水 火一定要大 因為有蝦仁 不能讓它慢慢熬 更不能蓋鍋蓋 一分鐘不到的時間 它就變這樣子了 這道菜就完成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